第一证有分散 那三个若通达缘起 无有自信 也可起作用 若通达缘起 无有自信 也可起作用 第二证 若为通达缘起 堕入深渊 第三证 十股缘起 与空性不相畏 你许又早一日中 现见空性缘起义 防止自信本为空 能有作为业不薄 若是与此恰相反 空性不可起作用 有作用则无空性 堕入空部之深渊 那么释迦牟尼佛在有关的经典当中程序 通过长期的闻思修行有早一日的时候 能现见空隙即是缘前缘起即是空性的 这样的一种道理 那么那个时候会通达了一切万法都是自信为空性的 自信为空性的时候因为自信空的原因 它可以起各种各样的作用 在我们世间当中正因为是空性的原因 它的产生 它的灭亡包括起任何一个作用 在空性当中是可以的如果不空的话 那么生灭也好或者因果的案例 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无法显示的 因为它没有空的话那么我们在视线当中 显现的一切都是不可能有的 所以我刚才讲的一样 线就是空即是现 轮回就是涅槃 涅槃就是轮回 这样的道理在我们缘起里通达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 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 时间与涅槃也无少分别 我们《中论》当中也讲了 涅槃和时间也就是说空性和显现没有一点差别 或者说解脱和轮回没有一点差别 一点一点的差别都是没有的 当时孟宝仁波切讲《中论》的时候 专门引用缘起里孟宝仁波切也唱了一个缘起歌 所以我们尼玛巴的很多大圆满的间隔 包括张家国师的间隔 孟宝仁波切专门有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当中一旦有一些瑜伽 真正通达缘起空性的道理的时候 其实密宗当中证悟的大圆满的境界 也是完全相同的 在作为一个开悟者来讲什么都是相同的 即使有些人没有开悟的话 他如果特别精通教理的话 在他的境界当中各种宗派互不相慰 各种境界也是圆融无别的 他会到达这样的 有些人他真的有一种体验了 他已经开悟了对缘起道理真实的感受 有些人虽然没有感受 但是他对理论生起一种不退转的信心 有一定的见解 在这个时候他也可以能说得出来 也可以能给别人指示 自己也可以经常处于这样的缘起正见当中 所以说在通达缘起空性的这样的理论当中 在我们世间当中的所有世俗的假象可以一例的 一点都是不相伪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在空性界当中这是可以的 因为这是空性的原因我们中间的因果 不虚因果的规律非常适合的 如果看着于一切万法是不空的 与此相反的那么空性不可能起作用的 有作用的话不可去空性的 法仁波切在《中观众严论》当中也是说 整个世间的所知当中并没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通达缘起空性的话 在整个世间所知当中这是最重要的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你如果通达这样 到了一定的时候什么在梦中 场合当中 都是合理的因为是空性的原因 一切因果也是合理的 因为一切因果合理的缘故它的本体完全是空性的 这两个是相辅相承的可以这么讲的 所以如果你懂得一切万法是不空的话 那么一切因果也是不活力的 这种观点会坠入恐怖的深渊当中也是很可怕的 有些人现在最究竟的宗派认为是一种单空的 有些人认为是最究竟的宗派包括如来藏 也是不会空性的 五个光尊者的宗派宝藏论里面也讲了 包括你们不是最近一直在学如来藏 如来藏的本体也是缘起星空 应该说是缘起星空如果它不是缘起星空 那外道的常有自在的我没有什么差别的 那么这种缘起星空并不是我们口头上说说那样的 所以应该要懂得最深深的这些道理的时候 各教派各种教义完全是不相伟的 所以佛学院也是对比如说藏传佛教当面 课程的安排也是要求大家也学各路派 像宗喀巴达萨的《缘起斩》 还有《菩提道次第论》 还有《山珠妖道论》这些也在学 然后萨迦派的也有一些居士论大书 还有《料理宝藏论》这些也在学 还有《绝浪派》的像《山法》 还有《塔空》的一些论典都在学 盖旧派包括佛子星还有专门学院当中 也有学盖旧派的一些中观 甘马巴的一些教言这样等等 所以我们从大的真理上佛教最终的目标 大家都是通达这样的缘起空性 所以汉传佛教的很多禅宗 密宗 还有其他宗派究竟的这些意趣 他们也会认为缘起空性 因此很多禅宗开悟的那种偈颂道歌 也完全跟大圆满或者中观的间隔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你没有懂得的这些人 自己都是对缘起空性一无所知的人 他可能经常排斥这个密宗是不合理的 排斥那个宗派是不合理的他完全都是经常排斥 那这样排斥的话恐怕自己不但是没有真的如来的深深密意 同时自己造了很可怕的业会堕入永远不可得解脱的一种深缘当中 这样没有必要的依靠学佛来堕入恶趣的话 更我觉得话不走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 那不学佛堕入恶趣的途径是相当多的 因此我们以后一定要知道佛陀最深深的法门就是缘起法 缘起法每一个人通过各方面的努力 对缘起法应该有所认识有一定认识的时候 这种见解谁也不会强度的这个时候 无论你在生活当中生老死病的痛苦也好 或者说显现一切世俗当中虚妄的家乡 你不会特别地去执著在你面前 一切都是有缘起的一种妙用 显现是显眼但是显现的当下也是空性的 这样的境界很容易开悟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这就是了一下 James 我第一句是 有缘 omon 金 east 门